暫時來講恆子如果今天都站不穩去兩萬一這些位置 你分駐吸納的話沒有問題 你可以維持一個策略 但是分慢一點 不需要那麼心急那麼收集 但是如果你說本身一注過看好的時候 開始小心短線的調整 因為我們當時美股向下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在說 港股是有機會跑贏美股的 但是不是一個跌一個升這樣跑贏 只不過跌起上來跌得沒那麼金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說美股有洪荒性炮售出現 港股怎會有可能還在兩萬樓上 完全沒事的 最多就是不穿萬八的意思 所以你說如果你做短線保存 你是一注過的 特別很多人總會都是 兩萬二或一百天線的位置才想去買 看到科子彈了三成 我才去追的 那些就真的要小心 確認升勢 當然有機會讓你收到的 但是你要收一段半年 一年左右的時間 短線走勢我自己看是不樂觀的 很多東西市場過分樂觀 主要的問題是這樣 但是如果中長線計 你看到年尾的話 我這一刻就覺得 你勉強選一個方向港股又看上 但是看到可能兩萬二至兩萬四 在列舉間 對了 你剛才就說到 站不穩在二萬一的話 你都覺得不太樂觀 對了 你那個二萬一是在今天收市的水平去看 還有如果短線要調整的話 其實落到什麼水平 其實上個月八星開始 過了聯儲局的意識會議 我都感覺到不樂觀 因為主要一個問題就是 既然聯儲局或者環球央控 現在首要的任務是控制通脹 容許大部分地方 即是容許經濟衰退的情況出現 當然內地不是這樣想 但是這個就是新興市場特色 怎麼會獨善其身呢 所以我們不會有一個想法就是 外圍跌 不如去買港股 我們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港股的確有一個投資價值 但是面對外圍跌的時候 短線就一樣要跟著調整 所以你看到很短線的話 何謂很短線 期間 或者一至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總之是三個月內的時間 暫時情況不樂觀 可能在第三季 又有些比較誇張的調整 經常都說二次探底 其實是否完成了探底 你不知道 即是現在說二次探底的可能性 我覺得是在增加的 如果你是一注過的 那就先減持一點 但是如果你是分駐收集的話 那沒問題的 分駐收集的好處是 我們先不用太短線 波動性的相關因素 所以先分清楚發生什麼事 剛剛說的妄議那些 今早開始出來之後 那個拋售情況很恐怖 所以我覺得風險本利要做足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 開始是不樂觀的 我覺得要去面對 發生什麼事 然後來 不要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